我是奥风,也是秦城著名的废物七少爷 作者 风行烈,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 第1268集 四拳击出,四大大君王接连喷血而退 砰砰砰,面对随后而来的一大片散乱的小技能 真神怒震虎驱,一次性将所有攻击全部反震回去 容落等巅峰君王,全部受挫横飞 三大军团也被这一次的反击击穿了阵型 交锋不足十秒,全员败退 众人歪七倒八地摔在地上,许多人都受了伤 我靠,太生猛了 看到眼前这一幕,奥风心中震撼不已 这是真正的,以个人之力无视军队,一起战八方啊 现在这情况,他最直观地感受到了真神的恐怖实力 就算是赤,神色也凝重起来,低声喝倒 奥风,用玉兽诀助我,我来当他 好 奥风毫不犹豫地将全身灵魂之力通过宽阔通道输送给赤 施展出上古幻师的又一逆天技能,玉兽诀 玉兽诀是针对幻兽单独作战的,能将幻兽实力拔高一个层次 不过,赤原本的实力就在九星巅峰大军王 奥风也不可能把他变成君临者,只能是稍有提升罢了 但在九星巅峰的层次上,任何一点提升都非常厉害 其他的人实力毕竟还是太低了 现在,他们当中也就只有赤能和真神斗一斗 奥风这个一剑大军王上去和真神打也没有什么用 干脆就以全身力量,好好地辅助赤了 这也是上古幻师发挥战力的变通之法 在奥风加持下,赤的躯体仿佛更大了几分 威武的魔兽本体,一提子就踩死了许多爬上来的僵尸骷髅 随后一个纵身向前冲去 两侧的人早就已经全部让开了 第一波攻击之后,真神周围便没了其他人 现在是两大绝顶强者的单独碰撞 赤的具体和真神的枯瘦手臂相撞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声响 整个空间全都摇晃起来 剧烈撞击冲出了一片刚风 将周围的人刮得东倒西歪 一大一小,两道身影同时在撞击下倒飞出去 赤和真神的这次碰撞是势均力敌的 糟了 赤的眼里却突然闪过了一缕惊涩 阳声吼道 奥峰,快躲 啊,是主力交锋的余波 奥峰看着一道巨型风暴 向自己冲道 风锐利气隔着老远都刺得他皮肤生疼 他瞬间明白过来 原来这次交锋还是真神稍微占据了上风 那个阴险的家伙竟然利用一部分力量 扭转了和赤之间碰撞的能量波动 他真正的目标其实是自己 风暴速度太快了 来不及施展破空 赤也在碰撞的麻痹中没有恢复 无法过来救援 奥峰独自面对两大至尊强者级的交锋力量 那点脆弱灵魂之力根本起不到半点保护作用 众人的心在这一瞬全都沉到了谷底 不 阿峰 小峰 快躲开啊 云世天等人还倒在地上压制着伤势 无力地惊叫 真神一边飞退一边猙獰大笑 秦奥峰 这次没人救得了你 你去死吧 是吗 如果我偏要救呢 忽然一声低魅冷笑在耳边响起 一道犹如水波般的涟漪在奥峰身后样开 一个俊逸人影就那样从虚空中漫步而出 他很自然地一盏右臂 搂住进风中心的奥峰 左手伸出两根修长的手指凌空一点 一面半边光明半边黑暗的巨顿从天而降 牢牢地护卫在两人身前 耀眼的黑白光辉映出男子完美的俊脸 浊然的身姿迎风傲力宛如神奇 他见眉青阳薄唇微起 与生优雅言辞狂霸 想动他 那你也得问我同不同意 我在这里 谁干上他一根头发 云青红 看到这个人 真神顿时脸色巨变 青红 奥峰也脱口发出一声呼唤 惊喜瞬间胀满胸怀 是云青红 他来了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温度 还有迫不及待地 转头看去时 眼中映入的那熟悉的身影 白发黑衣 绝世容颜 慵懒高贵 邪气凛然 的确就是他 突然再见云青红 奥峰真是惊喜万分 尽管之前听蓝随峰说过 他已经在南下接应他们了 近日应该就会相逢 可当这一刻真正来临 他还是激动不已 北境一别又是三年 思念从未停歇 每每想起他的言笑艳艳 想起他为自己做过的一切 奥峰便无法遏制那种想要见到他的渴望 而每当他在最需要的时候 他也总是会如天神一般悍然降临 就这样来到他的身边 青红大人 青红大人来了 哥 快救奥峰 下方众人见到他 也是一阵惊喜高呼 云青红的到来 让焦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可那攻击太猛烈了 他能挡得住吗 别担心 交给我 云青红 语气沉稳 神色镇定 一手紧紧的雍珠傲风 一手抵御攻击 将袭来的风暴 统统阻挡在外 肆虐的狂风 吹得男子雪白长发 纷飞乱舞 能量却始终突破不了 他放出的黑白巨顿 僵持片刻后 进风寸寸崩溃 消散在天地之间 真神这一击 被挡下来了 而云青红的样子 脸不红气不喘 似乎还没有用出 多少力气 好强啊 傲风靠在他胸口 暗暗咋舌 这可是赤和真神 两人碰撞的攻击波呀 虽说云青红 如今的强大 他也早有耳闻 可是真正发生在眼前 才能最直观地 感受到他的力量 他比两百年前 更厉害了 云世天等人 同样眼露惊涩 他们两百年前的 大陆战争时 就见过云青红 那时候的他 还无法和真神 正面对抗 只是史记与之相斗 短短两百年 居然就进步至此 看来云青红这些年 在地狱可没闲着 赤家伙又在抢风头了 看见你的表现还算不错 本大君王 就给你嫁个小小的好吧 赤撇撇嘴 心中却也相当惊叹 千年时间 就从当初的神洁小卒 达到了这种地步 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当年云青红入地狱的时候 赤并不看好他 或者说 除了奥风以外 没有任何人会看好他 可他却真的一路打拼 最终成为地狱之王 杀回来了 除开奥风和他的关系不谈 这样的强者 是也是相当欣赏的 云青红能有今日成就 最高兴的 莫过于奥风了 看着他近在咫尺的俊美侧脸 奥风满眼骄傲地想着 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灭神教主 他现在真的好强大呀 不过他也不会懈怠气馁的 他相信自己迟早会赶上去 他和他之间也不用分什么彼此 难道自己受欺负了 他还能忍得住袖手旁观不成 云青红当然不能忍 一击挡下 云青红并没有就此收手 而是挑起俊庭的眉 冷冷望向真神 同眸中射出深沉的怒意 刚才情况是真的很危险 要是他晚来一步 恐怕奥风就真的遭毒手了 一念即此 他眼里就是一阵煞气翻腾 毫不犹豫地再次扬起左臂 修长的手指又是一点 本集结束了 拜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